全北京最忙碌的主持人 最完美的婚礼 全北京最忙碌的主持人 我不信他比何老师还忙 我也不信 这是个日程表 好满 我真的每天都排得很满 同一天有四个五个 这些都是你主持过的婚礼吗 不是 这是一个 其实就婚礼的 很多新人 会在上面选择他们期待的婚礼 那你一年大概能接多少场这样的婚礼 对 2019年统计的所有完成的执行订单是342场 几乎每天都有一场 你赢了 你赢了很好 劳伯 太低了 你赢了 我觉得你这样太忙了 都没时间陪女朋友了 为什么要把自己排得这么满 是因为你是一个工作狂吗 其实也不是啊 就是在自己单身的时候 总会找一些事情让自己做 那么可能就更多时间投入工作一点 那可是这样的话 你很难找到女朋友 所以这一次来到这个节目了 那你会为了女生就是减少你的工作行程吗 这个点问到了 其实我们是自由职业啊 就很多事都是可以自己调配的 所以当我拥有了另一半之后 我一定会空出很多的时间去陪她 我不太认同男嘉宾这个话 因为我觉得越是自由职业 越难把控自己的时间 尤其是像您这种每做一单 就有一笔钱进账的人 这样子的话 你每个月的收入就会相对减少很多 对 我觉得不是 有舍才会有责 舍了金钱得了女朋友 不亏啊 那可是这样的话 你单身多久了 将近五年吧 五年 对 那你还知道爱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吗 肯定知道啊 因为我每天都在接触这些啊 见证别人的爱情 对啊也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啊 好惨啊 好惨啊 就是婚礼是个很有神圣感的一个仪式啊 像你见惯了之后 你会不会觉得已经麻木了 根本不想说自己还要办什么婚礼 哎真的不会 自己还准备了一些我未来可能想要去的目的地的婚礼 未来娶你的婚礼 啊就是这一个 哇 哇草坪 可能不会有太多人 好浪漫 然后这一个有点风景式 雪景 哦 哦那个下面放了几把椅子 就是一路走到白头的感觉 是 哇这个就真的就像誓词里说的天地为正 对 哇这种感觉好棒啊 其实这样呢就回归于自然当中 其实我更多希望可能和未来的那个人 我们会有一些共同的记忆 我们去到那些他曾经想去还没有去的地方 或者我们俩可以有共同回忆的地方去那里开始 而且你看到没 我没有那些特别多的人 都是身边最要好的家人和朋友 我觉得那一刻才真正属于我们的婚礼 哦好浪漫啊感觉 好浪漫 好浪漫